大家生日好,我是大海浩 我今天呢,让大家看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它叫冷宜村 它是中国最冷的地方 据说这个地方冬天呢,能达到零下52度 旁边有一个温度计 这个温度计啊,它没查电源 因为我家离这个地方呢,有60公里 每回以前经过的时候啊 到冬天嘛,它都显示零下40度、50度 这块是一个大温度计 我们看一下这个周边的环境啊 这是中国最冷的地方了 它比墨河北极村还冷 原来这个地方啊,是一个林场 前面有一条狗 这个就是温度计 大的 咱们来看看这个地方 是什么样的啊 这块有一个 有个牌 简单写是冷级58度 冰与火的体验 前面有一条流浪狗 应该是家养的 这个地区呢,离那个墨河的北极村有300公里 这个房子啊 以前都是都是林场的房子 就是跟我家乡那个房子 它都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是北北52度 有个油画工作室 冷级一战 现在菜我们当地都上冻了 看这个菜已经全冻死了 有很多 才得磨过 把鞋都使得上 这个就是东北的长华 哎呀 吓死我了 东北的 邪恶 我 我假装拿个石头它就怕了 这块还有个狗 把我咬得这么急了 太吓人了 去 去边的 我先领大家转转看看 这边有狗啊 再把我袭击的就完了 这块都是旅馆 这个大门 我们那块啊 我们家乡的大门以前都是这种的 它这种这个房盖是油纸的 完了门呢 全是拿木头做的 这块有个卫生间 哎呀我这还有狗 吓死我了 从这个后面走吧 我得找一个拿一个打鼓棒 就是把我给把我给咬着 看完了 拿这个 打鼓棒 这也是一个胡桃 咱们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啊 这边是一个大棚 这是一个大棚 这边也是一个大棚 里边可能种的菜啊 种的什么 前面就是铁路了 这个冷冀村没有没有那么没有 就是太大呀 没多大 但是这个地区啊 家家开的全是这个旅馆 跟那个默克北溢村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房子 圆子里种的菜 完了那个一个屋一个屋的都是住人的 窗户也不是现代的 全是那个以前都木制做的 全是狗了 咱们从前面再走出去 吓死我 吓死我 这狗咋这么多呢 后面就到头了 走前面走 我现在都不敢跑 我一跑的狗肯定会在碾我 这个地方已经 这家好像是 生意不太好 看这个大门都倒了吗 这个大门 大家看见这个棉被了吧 窗户后面的棉被 就是冬天为了访寒呢 钉的站子 这个窗户都是木质的 这个木质的窗户啊 这个缝啊 都是用镊子给勾上的 东西为了不透风 大家知道了吧 前面还有几个房子 这个就是林厂的房子了 林厂以前的办公楼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 里面有人说话 说什么黄瓜 继续往前走 这个应该是厨房 我感觉是厨房啊 底下还有两个厨房库 这个前面一拐弯就是那个有狗的地方了 我得抓你走 中国最冷的地方了 前面还有两条河 在那个方向 其中有一条河呀 冬天都不动 零下五十多度也不动 我已经走出来了 这一间哈做的是雪花 这就是刚才我刚到的第一个地方哈 这就是中国最冷的地方了 这里呢我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咱们下期再见哈 要是有机会的话 你们冬天然后来体验体验